Proton X70 这款家庭 SUV 因为配备丰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关系 在我国的销量一直都很不俗 而它的原型车吉利博越 在中国也一直是吉利旗下销量最好的 SUV 车型 从 2016 年上市至今销量已经累积到了一个 126 万辆左右 相当的厉害 而今天小明我要和大家讲的车呢 就是这款西西门 SUV 最近最新推出的一个升级版 那就是 博越 X 它在中国是博越车系的一个最新车型 也是原厂为了要吸引年轻市场所推出的一个最新版本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款车和我们的 X70 到底有什么不同 其实博越在中国已经是有几次的一个升级了啦 包括推出一个外观内装都更高级的 进阶版博越 Pro 而这一回这个博越 X 在外形上它就是基于博越 Pro 再度改款而成 和我们的这个 Pro 的 X70 相比的话 相差是蛮大的 整个是时髦了许多 重点是这回这个博越 X 它又导入了截然不同的一个前脸造型 这个造型也是极力最新的一个设计语言 它有一个挺霸气的名字叫做 能量风暴 这套设计语言也是极力结合了用户们的一个反馈 还有构思所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成品 还蛮特别的 而且这个博越 X 它的这个前脸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风暴战架 听起来就蛮有这个 Gundam 机动战士的感觉啦 看起来其实也是有这个feel 尤其是这个超级大的水箱护罩和格杉它就采用了一个向外扩散 呈现一个 X 字形的设计 整个就很激进的感觉 并且以这个钢琴黑的配色呈现 的确是年轻化了许多 加上旁边两侧这里还有这个粗状的雾银色色调 同样也是以一个 X 字形呈现 而这个进气格杉旁边还有一个大胆的橙色撞色线条点缀 老实说还真的是有 Gundam 的feel 这个设计我估计应该很讨年轻人的西化吧 你觉得呢 讲真的我个人觉得啦 和之前的这个博越 Pro 相比 这个博越 X 它的 bumper 反而和之前博越 Pro 所保留下来的 矩阵式 LED 头灯 还有这个相当有肌肉感的一个 引擎盖设计是更加的匹配的 比较动感的一个感觉 和博越 Pro 之前那个比较成熟稳重的风格相比 我觉得这个博越 X 它整个就活泼了起来 只是我觉得 嗯 这个前脸设计似乎和我们 Proton 的 X 那个感觉有点像吼 那这回博越 X 还多了一个超帆灰这个配色 就是一个带点蓝色的一个水泥灰 其实这个颜色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如果有来到马来西亚的话我会选这个颜色 在色色方面毕竟只是一个改进的升级版啊 整体的这个跟动其实还是不大的 你还是可以稍微看到一些和我们这个 X70 一样的影子 像是这个悬浮式车顶的设计 不过还是可以看到原厂有花心式导入了一些年轻化的元素 像是车门下方本来的杜克四条呢就换成了橙色的装饰设计 还有同样强调运动化的这个 19 寸黑色轮圈 里面还有相互呼应的一个橙色卡钱设计 真的是有样的不少 在车尾部分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原厂是有花心式导入了更多时髦的元素 像是后保险跟两侧部分呢 它就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类似刀锋口这样的 护板设计我个人觉得还蛮酷的 搭配底部这个相当有跑格的 齿聚式扰流器设计 还有造型更加夸张的运动尾翼设计 以及我个人觉得相当漂亮精致的 逊黑式LED围灯组 它的这个方向还是流水式的一个设计哦 但我觉得最加分的还是这个博越Pro本来的杜克车牌四条呢 整个被换成了全黑的设计 并一路延伸到后挡风镜下方 这个的确有让整个车尾的视觉效果是好看了很多 感觉高级了许多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车尾设计的 行李箱尾门还有它的这个地台 比起我们X70的这个旧款设计可是有所降低了不少 达到了一个更实际的高度 整体的实用性更高了 这个盖金很好 而内装方面呢虽然这台车它只是延续这个博越Pro的设计 不过对我们来讲啦 就真的是很大的不同了 这整个重新设计的中控台啊老实说真的是比普通版博越 还是我们的这个Proton X70 是好看太多太多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和Proton X50一样的方向板 不过带有换挡拨片 然后还有这个非常熟悉的电子排档杆设计 但是中控台部分呢就 哇 这一个有高大上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多层式的设计啊 上方是一个中国车媒都称赞 质感很好的一个软塑胶 而且还有缝线处理 很精致 而副驾驶的部分中间这一层呢 还有一个看起来很Mercedes 的飞板 里面还有这个氛围灯的设计 这个氛围灯可是拥有42种颜色可以选择 很有高级感哦 然后再往下看呢 它又是一个皮革搭配缝线的处理 真的是很有这个Attas的感觉 而且这一回这个Proton X 为了强调年轻化 它还使用了蛮抢眼的一个双色配色 有这个游艇蓝配白色 红配黑色 但据说你也可以选择比较传统的这个全黑内饰 再来就是这个排档杆周边的物理按键啊 它是采用了类似 琴剑式的一个设计 看起来就真的是 精致 而驾驶模式选择旋扭的设计呢 也提升了不少的视觉质感 整体看起来真的是像比我们这个Proton X70 也就是旧款的博越呢 是显得奢华了很多 其实不光是设计啊 这个博越X还有界面相当丰富的 7寸全液晶仪表盘 而中控台上这个非常显眼的 超大12.3寸高清屏幕啊 也是让整个氛围 科技感要许多 而且高配版还会配有这个BOSS的高级异响系统 其中中间的这颗喇叭还有呼吸灯 真的是高大上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主机它不再搭载我们苏系的 GKUI系统 而是改用吉利全新 最新研发的银河OS 它拥有更多在中国当地很好用的内置功能 包括有什么车载微信啊 华为的这个嗨卡功能 都是当地一些主流的APP 而且 这个OS它的分区界面也更加的清晰 有点像手机界面 加上使用了吉利自主研发的性能晶片 让它的这个整个操作是更加的顺畅 性能好了很多 画面也漂亮了很多 我觉得整体的这个运作看起来呢 的确是比GKUI好很多很多 只不过这个东西要来到我国我是觉得 感觉上应该会有难度啦 毕竟中国的这些主流APP和我们的是有所不同 可能需要另外去花时间去开发我们这里 所使用的APP来做这个兼容 感觉好像不容易 而且我国版本的这个GKUI供应商 Arcotec 在不久前才刚刚发布预告表示 我们的这个GKUI将会有所更新 所以估计这个GKUI在我们这里还会多用一阵子吧 接下来就到这个动力的部分 这款博越X它依旧还是达载1.8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盘的表现为184PS 而分子扭力则是300Nm 匹配的也是我们所熟悉的 7速双离合变速箱 那这个动力组合基本上就和我们这里的X70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最新的这个改款它其实还是比较偏向 配备上的一个提升 这款博越X在中国当地已经是即将上市了 那这个预售价格预计价格已经是流传出来了 据了解是一个11万6800人民币 到14万6800人民币 这样子 换算到来大约是一个7万位到9万位令吉左右 这样子的话可能你们比较没有概念啦 我就直接拿这个在中国和我们的Proton X70 几乎一样的 博越百万款来做一个比较好了 这个博越百万款在中国的售价是 99800人民币到10万06800人民币 换算到来大约是一个6万5到7万令吉左右这样子啦 也就是讲这个博越X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贵的版本 而且还贵不少 所以预计就算要来到这里 成为我们这个小改款的X70 它应该也不会便宜 假如啦 来到我们这里卖一个13到15万令吉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考虑它吗 其实博越这款车在中国推出已经是有6年那么久了 而且改款了那么多次 估计已经是到了这个大改款的时候啦 有中国车媒就预测这个新一代的博越很有可能会基于最新的CMA平台打造 会不会是这样呢 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吧 but anyway 你会希望这款博越X来到我国成为这个高级版的X70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好啦今天这一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记得不要忘记给个赞 还有就是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 当然最重要的是继续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